一星期一本书 一书在《喜宝》中写道 我要很多很多的爱 如果没有爱 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 在这个世界上 金钱和爱情是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 每个人都渴望着自己能有很多的钱 渴望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女人一辈子要么有钱有安全感 要么有爱有幸福感 至少占其中一项 这辈子才不会过得太凄惨 才能过得比较顺心 有钱让你更有安全感 女人要有钱 一书中有句话说得很好 女人要青春 要美丽 要遇见好男人 更要有钱才会幸福 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钱 不是因为败金 只是让自己不会因为物质缺乏 因为没钱 影响到生活幸福指数 如果女人从来不替自己的未来生活做打算 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身为女人必须认识到 能养你一辈子的白马王子早就绝技了 要是你完全依赖别人 只会越过越潦倒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工作 没有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 连买个菜都要从对方手里拿钱 那你在家庭中将毫无地位 只能养人鼻息过生活 有钱的人生不一定都是幸福快乐的 但一定是可以随心所欲 任意妄为的 有钱能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不用为了养家糊口而委屈求全 不用为了每天上涨的几毛钱菜价 而愁眉苦脸 有钱能让你活得更潇洒和自在 买自己想买的口红和裙子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游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用担心钱不够花 有钱能让你更有安全感 生病了能让你去最好的医院 用最好的药 接受最好的治疗 不用为医药费一筹莫展 奔波劳累 有钱能让你在婚姻和生活中 活得更有底气 不用看他人脸色 哪怕婚姻不幸 丈夫出轨 离婚后也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更加精彩 经济独立的女人 更容易有幸福感 所以努力赚钱 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让家人过得更舒坦 有爱让你更有幸福感 在网易云音乐里 有这样一段评论 这一生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大 也不管前路有多么坎坷 即使百般煎熬 心中念的依然是你 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天天与你相对 夜夜拥你入眠 一生一世爱着你 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遇见一个你爱的 并且爱你的人 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女人这一辈子 就算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只要有个爱自己入魂 疼自己入骨的人 哪怕粗茶淡饭 也是幸福的 快乐的 人生下半场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有人与我把酒分 有人告我夜已深 有人问我粥可暖 有人与我立黄昏 是有人待我成且真 有人忧我戏无声 有人知我冷于暖 有人伴我度于生 能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 是许多人终其一生 为之奋斗的目标 爱是永恒的主题 因为有了爱 我们才会有了信心 去面对坎坷的人生 女人一辈子 不一定要拥有 很多很多的财富 但最好能拥有一份 最真挚的关爱 不一定要拥有 至高的地位 但最好能找到一个 愿意为你付出 为你牵挂 时刻惦记着你的人 爱情是人生道路上 最美妙的风景 有爱的人生是幸福的 好的爱情 总是能让人愉快的 它会给你惊喜 给你温暖 还能像蜂蜜一样 滋润你的生活 让你的生活 变得更加甜蜜 遇见不易 珍惜那些温暖 信任 依赖 好好去爱 且行 且珍惜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既有钱 又有爱 但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 这世上 多的是 只得其一 甚至是两样 都不占的 世间安得 双全法 如果你既有钱 又有爱 那你是被上天 眷顾的宠儿 你的一生 将会过得很快乐 不用为生活发愁 还能天天感受到爱的滋润 而如果你刚好很不幸 既没钱又没爱 也别灰心丧气 别丢失对生活的热情 生活越是艰难 越要咬紧牙关 勇往直前 努力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像作家苏勤说的 你当优美 却有力量 这就是女人最好的状态 不是所有红颜都薄命 你内心拥有的力量 总会让好运翻倍 你只有特别努力 才能让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 只要你足够坚强 内心足够强大 所有的艰难困苦 都是浮云 柳暗后终会花明 美好终究都会属于你 女人 未来的日子 愿你脚下有风 心中有爱 口袋有钱 自信满满 活出最美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主播真大真 我依然在新疆奎屯 期待着与您的下一次相遇 晚安了 我可以做任何事 我可以做任何事 今天 我可以做任何事 我可以做任何事 今天 我可以做任何事 我可以做任何事 今天 我可以做任何ury 我可以做任何事 我可以做任何事 今天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tod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n go anywhere today I can be anyone I can be anyone today I can be anyone I can be anyone today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today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today Zither Harp